马龙和樊振东还打不打比赛了 洛杉矶奥运会国平男队到底谁是核心呢 这些疑问王浩都回答了 中国大满关赛之前 男队教练王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提到了马龙和樊振东 还重点谈到了王树青 已经36岁的马龙在巴黎奥运会 帮助国平拿到了一枚团体金牌 目前来看 马龙依旧没有退出国平的意思 虽然缺席了澳门冠军赛 但龙队还是出现在大满关赛的训练场上 准备参加比赛 而在之后的亚锦赛名单中 又没有了马龙的名字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马龙会挑着比赛来打 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换种说法就是 马龙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 会尽情的享受比赛 对于大赛参加与否 他会越来越佛系了 王浩在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马龙能不能坚持下去 完全取决于自己 也就是说马龙需要自己综合伤病 以及未来的规划 来判断自己是否会继续坚持 其实王浩的说法没错 对于马龙这样的功勋球员和定海神针 国平就要给予充分的尊重 未来能坚持多久 就看龙队自己的了 如果说36岁的马龙还在坚持打大门冠赛 而樊阵东却一直在缺席比赛 澳门冠军赛 中国大门冠赛 亚锦赛 法国冠军赛 都没有樊阵东的名字 但樊阵东也没闲着参加各种活动 早在巴黎奥运会前后 樊阵东就已经多次在社交平台 或者在采访中流露出 要告别国平的想法 连续缺席多项比赛 让这种传言更加坚持于真实 对于樊阵东的去向 恩师王浩揭晓了答案 他说呀 樊阵东在奥运会结束后 只是想休息一下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期 在他看来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王浩认为樊阵东还没有完全说 后面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缺席比赛的期间 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 对于王浩的回应 只能说希望如此吧 毕竟樊阵东才27岁啊 我想任何球迷都不希望看到 小帕在自己的职业生涯 巅峰期告别国平啊 自巴黎奥运会周期结束后 王主钦被外界普遍认为 是国平新的领军者 从年龄上看呢 王主钦到洛杉矶奥运会 他也才28岁而已 冲刺的这几年 也正是黄金期 从个人的能力来看 王主钦三项世界排名都是第一 在与孙颖莎混双猜伙之后 王主钦在新周期更加注重单打 即便澳门冠军赛表现不佳 但依然不能影响球迷对王主钦 能力的肯定 谈到王主钦 王浩呢 也不吝赞美之词 大头在国平未来四年的地位 王浩还罕见的用了成上起下来形容 这四个字意味深长 王浩认为新周期王主钦应该在核心位置上了 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大头已经经历过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大赛的洗礼 应该有所担当了 此外 王浩还释放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未来的周期内 国平还是会去打造一些年轻的用源 让国平不断的发展 看来未来的四年 国平难队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无论如何 王主钦都会被作为核心球员来培养 也相信专注单打之后的大头 会在洛杉矶奥运会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打拳 你说呢